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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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公升浓度不能超过某毫刻 另一方面 水务部门员工的工作能力都同样重要 Regulation 170.03 mandates drinking water system permits, drinking water system licenses and speaks to the sampling and testing requirements amongst other things but focuses primarily on sampling and testing requirements Regulation 128 focuses on operators and operators being licensed and certified and their training being provided on a regular basis which is part of getting a renewal of a water license 水无色无味 公众用肉眼看 基本上分辨不到水质状态 Newmarket镇政府为了确保水质安全 每天都会派完去到水务设施 例如是水渡、抽水闸、配水库和水管做测试、检测水质 採访当日 Newmarket镇政府水务部门的人员 就带设施队去到water tower 水塔 示范如何做水质测试 The computer does all the analysis by itself The chlorine tests It's like a dye packet You put the buffer solution inside of the sample And the sample will turn color based on the level of chlorine This is basically a spectrometer So what it will do is it will send light through the sample to analyze what color is in the sample 220 部分的水质检测 例如是之前镜头所见 检测水中氯气含量的测试 可以在车上完成 他们亦都会将部分的样本送到实验室 检测水中的微生物和细菌含量 Newmarket镇的水是由药克区政府供应 源自于安大略湖 要在区政府在湖泊抽水之后 透过水管将水运到区内9个城镇 再由城镇政府将水提供给居民 水务部门有一个原则 就是水来自于哪个湖泊 就要在同一个湖泊排出 换言之 来自于安大略湖的水 经Newmarket镇污水部门处理过之后 便会排出安大略湖 安省政府管理城镇供水系统的时候 总会面对挑战 包括Newmarket镇需要和药克区政府有紧密的联系 了解药克区政府在供水系统上是否有问题或是意外 因为药克区政府负责管理大渠和水塔 如果要维修这些设施 区政府要通知Newmarket镇政府 让镇政府对供水系统有全面的了解 才可以为居民提供足够和水务系统有关的资讯 York Region 都要保持收入的土地 如果有水系统的水系统 可以用水平均收入水系统 所以他们拆得到水平均 这有改善于水平均的水平均的水平均 每个民主管理会有水平均的水平均 是水平均的水平均的水平均 所以他们可需要水平均的水平均 或是低水平均的水平均 水平均的水平均 避受水平均的水平均 我们将水平均的水平均的水平均 会否则水平均的水平均 我們通過電話給客人提供他們提供電話 如果它沒有改變 我們通常會把客人傳出 他們會調查 New Market鎮鎮長John Taylor表示 政府希望為居民提供乾淨的食水 他們不會因為現在的成績而致滿 而是會繼續努力保持食水的高質素 我們最近的5年花了15億美元 在海洋的水平均的水平均 這就是水平均的水平均 而是水平均的水平均 在過去年有技術上的技術 可以把水平均的水平均的水平均 再延續水平均的水平均 而也能夠保持更安全的環境 根據安省環境、保育及公園廳的調查報告顯示 超過99.9%的水喉水樣本 都符合安省的飲用水標準 反映各城鎮政府於水質管理方面 表現頗為出色 政府呼籲大眾可以多飲用水喉水 減少飲用瓶裝水、保護環境 就在北部合計努力固中